抖音海外版Tintoc遇到对手了 人工智慧研发业者OpenAI开发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 推出之后只花了两个多月 魂运用户就突破了1亿个 把Tintoc的9个月记录远远抛在后面 而且这一类的AI应用可以说是潜力无穷 恐怕还可以取代很多人的工作 聊天机器人ChatGPT去年11月才上架 提供免费下载 不到一周使用者就有100多万 短短两个多月就有1亿多个活跃用户 成为史上成长最快的消费性网络应用程式 ChatGPT能写复杂的学术报告 能作曲 能讲笑话 还能通过严格的医学或法学考试 也就是说很多现在由人担任的工作 很快就会由人工智慧取代 如果你是中央管理人 你会失败 任何类型的商业人 报告导师和记录 农家和农家 世界经济论坛预测 2025年之前 会有8500万个工作机会 由自动化科技取代 但同时也会创造 9700万个新工作 前汽车工人麦克谢改行之后 在底特律开发出雷射割草机 用AI作曲 甚至出专辑 不必花太多钱就能办到 因为省下了制作人 作曲家 演奏者的成本 训练AI需要大量的现成作品 欧蒂斯等画家就控告三家AI公司侵权 因为这些业者利用他们的作品 训练AI AI可以帮助某些人 却也抢走一些人的工作 时代的巨轮永不停歇 AI的革命就是现代人的必修课 综合报导